WJ-6系列田园管理机,其主要特点是外形小巧,整机重量轻,操作灵活,配套农机具齐全。 操作手把可在作业过程中不停随机调整上下五个档位,左右360度回转方位。 那些大型微耕机难以完成的作业都可以用它来完成,一新推出就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。 WJ-6系列管理机均可配置各种型号汽油机和柴油机,可配到各种农机具,即耕整、田间和园林管理一体。 广泛应用于蔬菜基地、园林果园、塑料大棚、坡地、贴田、茶叶等大中型农业机械难以作业的地段。 具有玄耕、梨耕、开钩、培土、棋笼、中耕、除草、播种施肥、喷药灭虫、田间运输等功能。 是小快递农民作业,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好产品。 维方鲁科机械有限公司具有年产三万台各种型号微型工作机的能力,是国内品种、产量均处于领先地位的微耕机生产企业。 目前,鲁维排微耕机产品已在国内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广泛应用。 部分型号的产品已远销国外。 鲁维基的领先技术与卓越品质赢得了广大顾客的信赖和支持。 以下以3WJ-6YP型开钩培土机作为示范机来简单介绍。 1. 操作及磨合试验。 为了延长微耕机使用寿命,新机使用前必须先进行磨合试运转。 磨合试运转前的准备和检查。 1. 检查各个零部件的紧固情况。 2. 按照说明书要求,检查燃油以及各转动部位的润滑油是不是到规定量。 如果达不到油位,应先注入润滑油,再注入燃油。 主机为水冷茶油机时,应加注冷却水。 风冷汽油机则不用。 3. 检查并调整三角皮带的仗紧程度及离合情况。 4. 检查各操纵手柄,拉线灵活可靠。 5. 检查开钩刀的安装情况是否可靠。 6. 熟知各档位的方向及速度。 2. 磨合试运转规范。 1. 空运转。 将主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,启动发动机。 1. 先将油门手柄转到中速位置,再缓缓拉出手拉绳。 1. 直到有沉重感时,再猛然拉动启动绳。 1. 一次启动不着时,可稍停顿1-2秒,再拉动启动绳,直至启动为止。 2. 将变速箱置于空挡位置,结合主离合器逐渐加大油门,试运转15分钟。 注意,启动时禁止将拉绳脱手,但启动后要尽快使拉绳手柄回位。 2. 各档位试运转。 3. 发动机调整到中等转速,先将主速箱变速手柄挂到低档位置,然后缓慢结合主离合器,使微耕机向前试运转。 3. 时间不少于10分钟。 4. 在以上运转正常情况下,再进行高档和倒档试运转。 4. 每档试运转时间不少于10分钟。 3. 复箱与开勾刀连接试运转。 安装开勾刀时,先调整线伸轮,使开勾刀离开地面,然后将主箱处于空挡位置,将复箱挂上低速挡。 4. 此时开勾刀运转,然后再换上高速挡试运转。 4. 时间不少于5分钟。 4. 复荷运转。 在以上试运转正常的情况下,即可进行填接悬更作业。 注意,悬更复荷务必由小到大。 3. 开勾培土。 1. 作业时,先将驱动轮换为专用铁轮。 将开勾刀装入复箱上。 因复箱旋向是向前旋转,向前甩土。 注意开勾刀旋转方向。 切勿将开勾刀装反。 开勾培土的深度是由前面线伸轮决定的。 调整方法为,松开线伸轮杆后部螺栓,上下移动线伸轮杆进行试更,直至达到要求的深度。 2. 开勾培土的宽度。 开勾的宽度是由开勾刀的宽度决定的。 培土的宽度是由培土刀的宽度和护罩宽度决定的。 护罩台的角度越高,培土刀甩得土越远。 开勾刀有开勾12毫米、15毫米、25毫米、30毫米的刀。 培土刀有培土23毫米、25毫米、30毫米、35毫米、400毫米、500毫米宽的刀。 也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做。 请看图中,开勾培土宽度从右至左12毫米至500毫米。 4. 安装悬更机。 将链盒中间M8×55螺栓拆下,将链盒卸掉抽出。 卸下主箱与副箱四件连接螺栓。 将牵引板与阻力棒连接在主箱断开处,卸下行走轮,装入悬更机。 将扶把旋转180度,这样开勾培土机变成了悬更机,完成了一机多样化多功能的特点。 因地块软硬差异和所需更深的不同,需要调整阻力杆长短来控制。 插入地下越深,对地面的阻力越大,悬更机前进速度放慢,则悬更加深。 反之相反。 5.配套农机具 这种类型的微耕机配置不同的刀具,均适合于土豆、地瓜、大白菜、萝卜、大姜、大葱等地带作业。 可以和多种农机具配套使用,发挥其他产品所不具备的多功能及负荷运动的作业功能。 其配套的农机具主要有悬更机、播种机、除草轮、拖斗、云除等。 用户可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定做和购买。 6.开钩培土机产品的改进与开发 随着市场变化及用户的需求,鲁科的产品也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。 现在市场上的开钩培土机,挡位操纵手柄全在车右侧前方。 操作者在操作过程中换挡,要先停车,然后一只手扶着车,另一只手绕过皮带传动部分,方可操作。 这样操作既不安全也很麻烦。 根据这一情况,公司研究出了把档位操纵手柄移至扶把上方操作者的前面。 这样操作起来非常方便,中途换档就不用停车了。 这种产品已申请国家专利,现已批量生产,投放市场后深受老百姓的欢迎。 现在市场上开钩培土机,田园管理机还存在一个问题,就是没有差速器,转弯半径大,尤其是在悬更的时候转向困难。 这一问题在鲁科公司也得到解决。 鲁科在所有田园管理机上安装上差速系统。 这些产品已试制成功,现在已开始批量生产,很快就会投放市场。 总之,鲁科的产品是与时俱进,不断满足老百姓需求的。 EWJ-6TD微耕机的使用说明 EWJ-6TD微耕机配套功率一般在4至10码力之间。 该类机型重心低,便于在低矮和狭窄的地带作业。 速度选择余地大,可切换的档位多,再加上控制发动机油门调速,可得到多种不同速度,以适应不同的作业。 同时,为了减轻操作者的劳动强度,该类机型设计有转向机构,使操作者掌控更加灵活自如。 因此,深受用户的欢迎。 下面,以EWJ-6TD形机作为示范机来简单介绍使用说明。 1.操作及磨合试验 为了延长微耕机使用寿命,新机使用前,必须先进行磨合试验。